- 歡迎來到國王車訊KING AUTOS 為了減少碳排放保護我們的地球 現在電動車已經是各大車上眼中的寵兒 不只國外有國內也即將導入一票又帥又快的電動車 光是下半年就有7款車將在台灣上市 到底外型跟性能能不能電到大家呢 讓我們趕快看下去吧 首先要介紹的是去年立財小改款的HUNE KONA EV 這款電動小修律外型加上全新造型保險桿 還有更有科技感的LED頭燈 搭配單次充電最長483公里的續航里程 不只可以從台北開到高雄 如果使用快充還可以在30分鐘內充到80%電量 靠著亮眼外型續航表現 以及比其他電動車還要親民的定位 難怪KONA EV在全球市場賣超好 累積賣車已超過12彎亮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5月初就已經開始預售的BMW i4跟iX 其中五人座配置的純電四門跑車i4擁有相當流線的車身 車內則是板上超吸睛的12.3寸全數位儀表與14.9寸中央螢幕 再搭配最高可達530P的輸出表現 還有最長可達590公里的續航力 完美又不是使用的亮眼外型加上超狂的電動車性能 是不是很容易讓人心動呢 至於另一款豪華純面雙女iX也不遑多讓 外觀一樣採用流線化的跑旅設計 搭配俐落的無窗框造型 還有從後視鏡一路向車尾滴柱收斂的肩線 搭造出動感與優雅兼具的身形 與外觀呼應的簡約內裝設計 也營造出讓人放鬆的乘坐環境 Oh對了 i4跟iX都預計會在年曆前發表 明年初開始交抽 不讓B&W專門於前 台灣奧迪也準備引進美到不要飆的奧迪一重GT 目前全車系拿到的手批配額只有50胎 而且已經在6月底開放預售 曾經在鋼鐵人電影裡尬上一腳的奧迪一重GT 外觀採用超前衛的四門跑車設計 內裝更是極科技質感與實用性於一身 還有奧迪一重GT跟Porsche採抗其實是兄弟 地盤平台動力系統都是同一套 而且台灣奧迪承諾要幫車主打造一日純電生活圈 盡力消除電動車最怕開到一半沒電的里程焦慮 所以要當上課的朋友不用猶豫了啦 再來要介紹的是Vovo的成年處女座XC40 Recharge 這款電動收入其實早在今年初已經開放國內消費者下定 外觀大致上承襲原本XC40的格局 不過在性能及續航力方面XC40 Recharge 採用最大輸出可達402P的雙馬達系統 從靜止加速到時速100公里只需要4.9秒 比起搭載引擎的XC40真的是天壤地疊啊 最終壓軸登場的當然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電動穿龍頭特斯拉 雖然目前確定無緣在第三季見到Model 1 不過台灣特斯拉已經預告 年底前將發表今年1月底才該款的全新Model S跟Model X 車型售價也已經在官網上公布 各位客返春迷們可以引頸期盼一下囉 以上就是七款即將在台灣上市的熱門電動車 哪一台最符合你的需求把你電到不要不要的呢 快點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讓我們一起敲碗期待這些電死人不償命的車款 趕快上市吧